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本案之中养女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呢 把这起案件之中的养女和大家通常认知之中的妓女相混淆了 以为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后来嫁给了这位高管 于是高管呢成为了这个女孩子的继父 女孩子呢成为了这个高管的妓女 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这名高管呢从女孩的母亲那收养了这个孩子 这个女孩是被送养的 那什么是送养呢 就是被送养人的法定监护人 比如说亲生父母啊或者其他的法定监护人 因为特殊原因经过法律允许之后将被送养人送给他人抚养 行了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 咱们再来从头讲述这个令人感慨 气愤震惊的事件 因为要保护这名女孩的隐私 所以呢各大媒体的报道之中啊用的也都是化名啊 在报道里面的最常见的是李星星这个名字 咱们呢也就用李星星来指代这个女孩子 李星星的母亲说呀 这孩子从小呢磕磕碰碰的生活上啊一直不顺利 他们家的生活呢也比较困难 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女孩 他的母亲呢 还有点迷信 后来就听人说 说哎呀 你家姑娘这情况啊 得认个养父养母 能冲冲这个灾气 星星的母亲一听 哎 你看 我这生活条件也不好 孩子跟着我呀 也着实委屈了 如果要是能认个好的养父养母 不关孩子以后生活的幸福 再赶上没准真能把这个晦气给他冲掉了 以后全家的生活呀 就都能好起来 报定了这个想法之后 又有一个难题了 去哪找愿意收养我家闺女的养父养母去 别人又给提议 哎 你网上看看呢 就通过QQ啊 在网上开始查找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 就找到了一位中间人 他呀 就加上了这位中间人的QQ 把自己家的情况啊 把女儿的情况啊 就都跟这个中间人说了 中间人一看 哎呦 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 挺文静 挺好 没问题 这事啊 交到我身上了 在2015年4月份的时候 哎 中间人呢 就找到星星的妈妈 我可是找着愿意收养咱闺女的人了啊 哎呦 这人呢 条件好 马收入高 各方面都很好 你要是把孩子送给他抚养 哎呦 这孩子呀 以后是生活无忧 这么着 星星的妈妈和鲍玉明 就算是认识 不过一开始啊 都是在网上联系 鲍玉明说了 我呀 一直都想有个孩子 过了没多长时间 他又说了 我希望和你们母女 组成家庭 人星星的妈妈呀 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 你只要好好对我闺女就行了 后来呢 这一见面 哎呀 发现这鲍玉明 一米九左右的大个子啊 二百来斤的身量 又高又壮 跟做山一样 还真是谈吐不俗 哎呦 长得就那么气宇轩昂 再一看这鲍玉明的身份履历 了不得呀 学历高 收入好啊 这我闺女要跟着他 这以后日子得过得多幸福啊 咱们呢 来说说这位 鲍玉明 鲍玉明啊 天津人 生于一九七二年 一九九四年 毕业于天津大学 获得了工学学士学位 一九九九年呢 获得了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大伙都知道天津大学呀 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也是九八五高校 二一一高校 双一流高校啊 尤其是天津大学的工科 在全国这些大学里边 这都是拔得头筹的 说在那个年代 天大的工学学士学位 那了不得呀 后来二零零一年呢 又在美国乔岗大学 获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 具有中国律师资格 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 咱们大家看看 本科学的工学 硕士学的管理和计算机 没进过法学院的大门啊 人家就拿到了中国律师资格 和美国律师资格 可见这个人非常的优秀 在这之后呢 他就从事了律师工作 先后在北京天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 担任合伙人 又到了美国纽约和加州 工作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曾经担任美国司科 美国新闻集团 香港南华集团 等跨国企业的资深法律顾问 鲍玉明啊 还是教育部认证的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 国家外国专家局认证外国专家 全国十家总法律顾问 兼有纽约长岛商学院讲师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 中国行为法学会教授等等教研经历 后来呢 也是杰瑞集团的副总裁 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中兴通讯的非执行独立董事 星星的妈妈一看 哎呀 这真是个高端人才啊 啊 名校毕业生的身份 律师的经历 现在又是两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这要是能收养了我的女儿 那是再好不过了 再加上 这个鲍玉明啊 一直没结婚 自己一个人 还不用担心 说以后孩子有个后妈 如何如何的 这样 星星的妈妈呢 就动心了 就琢磨着把女儿交给她教育吧 肯定是比自己带在身边 要强得多呀 我今天呢 看到网上 很多人在骂 说星星的妈妈呀 你这就是在卖女儿啊 你这就是看人收入高 啊 这个社会地位高 你这是拿女儿换钱呢 女儿 现在遭受到这样的经历 你这个母亲 难辞其咎 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星星的妈妈是不是 就是把星星送出去 从而换得大量的钱财呢 其实啊 星星的妈妈从来没有跟鲍玉明 要过钱财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对方把女儿当作亲生的孩子抚养 鲍玉明呢 还曾经提出来过 说这么着 咱俩啊 办个假结婚 这样呢 收养这个孩子名正言顺 可是星星的妈妈没有同意 不能办理假结婚 星星妈妈呢 就跟鲍玉明说 你啊 把这收养手续赶紧办了 鲍玉明答应下来 但是一直推 一直没有办 每回一催他呀 他就说自己工作多忙多忙 这么踏实靠谱的一个人啊 星星的妈妈呢 也就没多想 可能人家真忙 现在不办 那拖拖再说呗 2015年11月份 鲍玉明带着刚满14岁的女儿 李星星 就到北京上学去了 2016年 鲍玉明啊 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 也就是杰瑞集团的副总裁 兼首席法务官 2018年呢 又兼任中兴通讯设备公司的 非执行独立董事 而李星星 却从14岁就开始了 他自己的噩梦 星星第一次受到侵犯 是在2015年12月31号 跨年那天晚上 在哪儿呢 在鲍玉明的老家 天津 那天晚上啊 鲍玉明忽然就把灯关了 可是把电视的声音开得特别的大 他就跟李星星说 贵女啊 别做作业了 过来 坐下 看会儿电视吧 行星星也愿意啊 毕竟是孩子嘛 能拖一会儿懒 看会儿电视 何乐而不为呢 咱就坐下 关着灯 黑漆妈屋的 黑暗之中啊 暴玉明突然一把就抱住了行星 可是 星星当时只有七十多斤 他呀 本能的推开了鲍玉明 可鲍玉明 两百来斤呢 你根本没办法抗衡啊 爸 你干嘛 你干嘛 他用尽了力气 可是 鲍玉明 却像铁桶一样的孤住他 不仅抱住他 还在他身上 随意的乱摸 一边摸着 暴玉明还说呢 穿衣服睡觉不健康 来 脱了 暴玉明一边说着 一边就强行脱掉了 以星星的衣服 然后 侵犯了他 一股剧烈的疼痛 随后 星星恐惧地发现 自己流血了 他一整夜都没有睡 第二天肚子还是疼 去洗手间一看 又流血了 他整个人都是懵的 可是鲍玉明 没有给他时间清醒 他给李星星洗澡 收走了李星星的手机 把他从天津又带回了北京 整天地关在家里吧 从这以后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开始给李星星播放 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 里面有很多涉及到乱轮的 他安静了好些天 鲍玉明终于把手机还给他 这时候已经是2016年初了 李星星刚满14岁 他拿到手机 打开手机呀 就在网页上查询下体疼痛的原因是什么 弹出来了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 看头像是一位医生奶奶 李星星呢 就告诉了医生 自己身体疼痛的起因 这个医生奶奶说 你被强暴了 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这句话 李星星不明白 强暴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后来还是听从医生奶奶的指导 报警了 先打110的电话 然后又听从指引 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 李星星向警察讲述了鲍玉明 对他的伤害 在这之后 警方呢就展开了调查 到家里边来搜东西 可是几乎什么都搜不到 鲍玉明也从家里消失了 消失了多久 李星星不记得 他也不确定 鲍玉明是不是被警察带走了呢 懵懂得他只记得 鲍玉明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自己非常的恐惧 但是鲍玉明对报警是只字不提 好像从来没有过任何不愉快 反而他变回了刚刚认识时候的样子 和蔼开朗 认真地照顾他 真的就像一个爸爸似的 随后就到了2015年的农历年假 差不多也就是16年的12月份 鲍玉明呢 把李星星啊 就带去外邸 去旅游了 没有让他回老家陪妈妈过年 这时候李星星脑子里都是乱的 他到底犯罪了吗 他如果犯罪了 警察叔叔为什么不抓他 如果没犯罪 那我怎么还是觉得被伤害了 星星不知道 为什么鲍玉明曾经那样对待他 如今又变得这么好 李星星啊 不敢追究 悄悄的 鲍玉明暂停了李星星的课业 不让他去学校上课的 原本说的 鲍玉明呢 会让父母经常来照顾这个小孙女 可是鲍玉明的父母几乎也没有来过 他的亲生妈妈呢 经常来电话 不过 星星只能在鲍玉明的注视之下 来接听妈妈的电话 鲍玉明给李星星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 里面只加了一个好友 不是他的妈妈 而是这个所谓的爸爸 慢慢的 李星星掉进了一个只有鲍玉明的世界 2016年4月份左右 鲍玉明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 也就是杰瑞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他就带着李星星离开北京 搬家到了这座海滨小城美丽的山东烟台 烟台的天空啊 烟台的天空啊总是那么蓝 吹着海风舒服极了 但是李星星从来不往窗外看 他说 没有意义 就这样一个活泼开朗的 特别懂事的小女孩 现在变得内心开始忧郁起来 而他这个父亲鲍玉明 在他心里也已经完全变了 变成了一个拥有两幅面孔的人 在外的时候啊 他是一副天使面孔 性格开朗 谈吐得体 并且呢 很有学识 其实啊 如果只看鲍玉明的职业经历 的确会让很多人钦佩不已 他本科的时候啊 读的是材料学 后来研究生呢 读的是管理学 再之后去美国读的是计算机硕士 一天法学院都没上过 可以说是法学的门外汉 可是呢 竟然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律师 他是怎么成为律师的呢 二十多年之前呢 大学毕业之后 有一回呢 心血来潮 就参加了一次律师资格考试 别看是材料专业出身 但是他呀 没白天 没黑夜的 努力的学习 刻苦的学习 终于是敲开了法律职业的大门 拿下了律师资格考试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 鲍玉明呢 在天津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已经工作了几年了 凭借良好的英语基础 鲍玉明得以以中国法律专家的身份 被派往美国工作 到了美国以后 周一到周五 他是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 做美国律师助理的工作 周末呢 则开车到临近的康州 继续进修计算机专业 到了美国以后 他一琢磨 我是学法律的呀 我为什么在美国只能做个律师助理呢 于是啊 他就又想着再考一个 美国的律师执照 这时候朋友就劝他 说你呀 也没专门学过法律啊 你不一定拿得下来 你为什么不先读个法学院呢 鲍玉明直接就问 不上法学院 能直接考吗 嗨 这有什么能不能的呀 只要你敢考 那就能考呗 那就行了 那我上什么法学院呢 鲍玉明几乎没有犹豫的 就再次投身到了下一场战役 这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人 后来一次性通过了美国最难的加州律师资格考试 并且最终成为了凤毛麟角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 在这之后呢 就回到了国内 2006年加入了杰瑞集团 杰瑞集团所有的员工 对他的印象都是什么呢 我们的豹总啊 一点架子都没有 特别的和蔼可亲 特别的随和 他的朋友 周围的亲戚 共过世的人 对他的评价都是没有架子 人呢 非常的和善 哎 这是他在别人面前的天使面孔 可是 在李星星面前不是这样的 而是一副魔鬼的面孔 到了烟台之后啊 一开始呢 鲍玉明不让他出门 随时收走他的手机 逼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还不允许李星星空 也不许他问为什么 这时候的星星 刚十四岁啊 还没发育呢 个子呢 也很瘦小 鲍玉明 在李星星的面前 有时候可以说是 让人极度的恶心 让人感觉和 外人的那个天使面孔 是截然不同 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比如鲍玉明 会突然掀开星星的衣服 嗲着声音的 叫李星星 妈妈 我是你的宝宝啊 妈妈 宝宝抱抱抱你 我是宝宝 很多次 鲍玉明 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 压得他怎么也起不来 李星星多次出血 多次昏厥 这些画面 都成为了他日后 经常会做起的噩梦 他还给媒体记者啊 看过一些残存的照片 照片上 鲍玉明脱了衣服 正在粘胶带 准备给星星 使用成人用品 还有一些床单 有的是沾着血的 有的都被踹烂了 星星说呀 有时候我反抗 他拽着我的腿 把我从这头 或到那头 据星星说 鲍玉明到了烟台之后 更加的喜怒无常 2017年 家里呢 换了一个新的马桶 鲍玉明很高兴 让李星星去试试 可星星说 我现在不想上厕所 鲍玉明呢 直接就把星星 抱到了洗手间 拔下来他的裤子 墙按在了马桶之上 李星星啊 没有任何隐私 上厕所的时候 鲍玉明不允许他关门 他会随时登陆 星星的微信QQ 鲍玉明上班去的时候呢 也不给星星自由 他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星星在家做什么 鲍玉明随时随地的 都能在手机里查看 星星啊 还给媒体记者展示了一些语音 在这些语音里 鲍玉明大声的呵斥星星 不应该在朋友圈 诉说自己的痛苦 他说了 微信发完了 朋友圈发 你就不能不说吗 沉默是金啊 啊 星星告诉记者说 鲍玉明 不让他把这些事情 告诉别人 他呀 都不让我说出来 就算我微信里 只有他一个人 他也不让我说 李星星的抵抗情绪 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 所包围着 所瓦解着 鲍玉明一开始说 我们做的事情 很正常啊 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 你啊 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 说出去 你就不干净了 所有人都会讨厌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别人都是坏人 都想害你 不仅如此 星星说话的方式 他也要反复的纠正 星星是不能说难受 不能说痛苦的 真难受 真痛苦的时候 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说 我好伤心啊 我伤心了 这可以 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 要说 我喜欢爸爸 爸爸也喜欢我 其实这些话语啊 不只是在纠正他的语言习惯 而是能够去改变 星星心里去消解星星意志的一套话术 类似的呀 还有很多 比如 鲍玉明还要求他 你不能有比爸爸更重要的事情 星星呢 后来回忆过一些场景 有一回啊 他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 鲍玉明就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喜洋洋啊 你是不是想和喜洋洋 做那种事啊 去动物园 星星呢 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 鲍玉明就悄悄的凑过来 星星啊 人和动物也能做 星星呢 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 鲍玉明也告诉他 你妈妈和你也能做 星星很喜欢一只羊娃娃 鲍玉明在侵犯星星的时候 有一次啊 就让星星把羊娃娃 放在自己的私密部位 李星星有一阵子学习非常认真 鲍玉明就对他发脾气 学习学习学习什么呀 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 李星星啊 后来还向外界展示了 他和鲍玉明的一些聊天记录 小女孩的一切爱好热情 都逐渐的被鲍玉明杀死了 比如星星在朋友圈啊 发过一些他喜欢的明星 鲍玉明就很生气 就跟他说 你看他就够了 你去喜欢吧 星星就跟他说 爸爸 您又在说什么呢 你发了一堆各种颜色的都是他 你喜欢他比喜欢爸爸多得多 你都没这样喜欢过爸爸 类似的还有很多 星星后来啊 写下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 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 甚至觉得 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 我所真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 都不在我身上 而在他身上 在被迫之下 星星呢 有时候会按照鲍玉明的要求 去说一些话 去做一些事情 但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又感到非常的痛苦 在漫长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鲍玉明不停的给他灌输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说出去你就不干净 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别人都是坏人 这一整套话 鲍玉明就跟背书似的 只要他说上一句 星星就知道 下一句 2019年4月8号 李星星感觉 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太痛苦了 他要解脱 于是在烟台自杀 可是被别人救下了 4月9号的时候 星星呢 在烟台山医院做了简单的外科检查 当时的诊疗记录 现在大家呢 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啊 上面诊断结果就有着双肩部外伤 双上肢外伤等等伤痕的记录 也就在这一天 星星呢 来到了烟台支付区 某派出所来配合调查 鲍玉明作为犯罪嫌疑人 也被采取了强制措施 到这个派出所呢 进行笔录 星星啊 还找到了一些物证 有带有血液和精液的卫生巾 有鲍玉明擦拭过的纸巾等等 他还告诉警察说 家里的电视机和鲍玉明的电脑上 都有很多的儿童色情片 还有他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 家里装的摄像头一定也能拍到很多东西 很快烟台市支付区刑警大队的几名刑警 也来到派出所和民警一起做正式的笔录 李星星不再喊鲍玉明爸爸 而是直接跟他叫坏蛋 但他仍然保持着很多13岁时候的习惯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尊敬 警察叔叔 警察阿姨 哥哥 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礼貌 在正式笔录之前呢 有一个小笔录 之后呢 还有一个补充笔录 据星星回忆说 办案区的铁门关上 他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 中间有叔叔在抽烟 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 一位警察叔叔问他 鲍玉明打你了吗 星星说 打了 他先是掐我的脖子 这时候一只手突然就过来了 掐住了李星星的脖子 那是另一位警察叔叔 他手上用力 问星星 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 是这样吗 回忆到这儿的时候啊 星星哭出来了 说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 太痛苦了 让警察叔叔掐那一下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回到了 坏蛋掐我的感受 4月9号后来的一些回忆 对于星星来说呢 是有一些混沌的 含魂不清的 星星只记得 快做完笔录的时候 知福区检察院 也来了一位留检察官 是位阿姨 再后来呢 星星很多事情就记不清了 他当时还是发烧的 难以支撑 警察让他在派出所的沙发上 躺一会儿 他呢就睡着了 他醒来之后 鲍玉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 就出来了 鲍玉明呢 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 他向李星星挨过来 李星星就往旁边让让 他又靠过来 他再让让 连续靠过来两三次 星星还是往边上让让 他很惊恐 抬头看向对面的警察叔叔 星星记得 对面当时啊 是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 一切都看在眼里 但是没有出口制止 鲍玉明呢 鲍玉明呢就开始细数自己对星星的好 鲍玉明说 我是对他最好的人了 四月九号就这样过去了 鲍玉明也被放回家了 可是此后事情的进展 却给了星星一连串的打击 几天之后 警方告诉星星 你说鲍玉明电脑里面和电视里面都有儿童色情片 但是啊 我们通过查找 没找到电视里的儿童色情片 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 星星说了 我知道在哪 我去指给你们看 这时候呢 他妈妈也已经到了烟台了 他和妈妈呀 就去到了派出所 可是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星星说 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 现在查不了了 星星呢 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 警方呢 也没有给他 这时候啊 星星要求再次报警 可是派出所没有接受 直到四月中下旬 办案民警打电话给星星 让他去领一份撤案决定书 李星星拒绝了 这事情还哪都没到哪呢 凭什么就撤案了呀 但这份撤案决定书 在他五月份去派出所求助的时候 还是硬行的塞到了他的手上 现在这份撤案通知书的图片啊 大家在网络上也能够找得到 是这么说的 我局办理的某某被强奸案因没有犯罪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落款是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2019年4月26日 在这之后啊 警方一直就没回音了 星星呢是越来越想不开 后来就不想活了 星星后来就琢磨着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我原来不敢闹事不敢去 现在啊豁出去了 他就跑到派出所门口闹 民警呢说你别在我们这闹 你跟我们闹有什么用啊 你去找鲍玉明去 他心一横 一个人就跑去找鲍玉明 他想让鲍玉明承认错误 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 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呢 可在鲍玉明的家里 他们撕打起来 两个人呢又被带到了支付区这个派出所 这件事情的结果呢 就是在警方的促使之下 鲍玉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 保证书里有一句特别恶心人的话 说给我现在的女儿和未来的妻子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不久 星星再次自杀跳进了黄海 可这一次又没死成 又被人捞了起来 从六月份开始 她就开始住院 她的妈妈呢 把她带回了老家 南京 接受治疗 医院检查结果显示 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 重度创伤后 应激 重度焦虑症 而且 因到损伤发炎 星星啊 在朋友圈 写过这么一段话 说这种小小的伤口 太容易愈合了 可是内心的痛苦和阴影 一生也愈合不了了 您们看着坏人刺激我吧 我蚂蚁都不忍心裁 我不吃饭 连力气都没有啊 我拿刀 割不死自己 我应该去跳水啊 李星星的妈妈周娟 后来也说 说我知道 我的女儿自杀之后 我自己都不想活了 我想拿把刀 劈了暴玉明 就算了 可等见到女儿的时候 只想先让女儿活下来 随着报警失败 星星频繁地试图自杀 每一次 都折磨着她的母亲周娟 周娟呢 性格很内向 不善交际 女儿闹自杀的时候 她一句话都不敢说 女儿去哪 她就去哪 跟在身后 跟着跟着 自己就在后面哭 周娟带着女儿 在烟台的时候 去到了南山路派出所 去到了支服区刑警大队 去到了检察院 找信访部门 找律师 找人大代表 到处找人帮忙 请求再次立案 他们还找到 暴玉明的父母 找到暴玉明的亲友 和公司的老板 有人骂他们 当然也有人说 好好好 这件事情 我们会帮助你的 但是终究是 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的结果 后来啊 有一位曾经对他们表达过 善意的民警 直接就说了 说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 再管 我就没工作了 直到六月份 李星星跳海 周娟才意识到 女儿已经病了 必须接受治疗 在烟台治病 人生地不熟 又处处害怕 只能带着女儿 回到了南京 他辞掉月薪 原本就不高的工作 专门的照顾女儿 之后母女两人呢 反复在南京烟台之间往返 星星的反复崩溃 催着他们拼命的维权 一开始呢 坐高铁去烟台 后来觉得高铁太贵了 就改做大巴 半年的时间 来回了十几趟 终于在八月份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 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 一位李律师 李律师啊 回忆起第一次 见到星星母女的场景 是在济南的一家咖啡馆里 说小姑娘还只有十七岁 但是脸上土黄色的 很憔悴 类似于面黄肌瘦那一种 他的妈妈呢 话也不多 看起来情绪很低落 李律师听了星星的讲述之后 跟支付区办案的派出所 进行了联系沟通 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之下 他们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 9月6号 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 先后辗转多个部门 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 和一份立案申请书 终于10月9号 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 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 盖有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印章的立案告知书上写着 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现决定立案侦查 随后李星星在派出所 连续做了两周的笔录 事无巨细 能讲的该讲的全都讲了 在这期间呢 他多次崩溃 在派出所里面自己扇自己巴掌 但是坚持的配合着做完了笔录 10月18号晚上10点40分 星星在朋友圈写了这么一句 今天哭了三场 回忆到当时的情景 自己很难受 很痛苦 忍不住 打了自己两巴掌 他之前认识的一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 在他每天晚上做完笔录 回到家里的时候 都会为他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 这些病友啊 某种程度上比医生和警察对星星的帮助还要重要 他们一直陪着李星星走到了今天 也记录着这个小女孩将近一年来的遭遇和心路里程 其中有一位叫罗西 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 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性侵 他的老师对他说 我伤害你 你反抗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 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 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女孩子 她告诉星星说 自己从小就被邻居性侵 她是陪伴星星最久的 帮助了星星很多 她告诉星星 说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 这是姐姐们欠你的 因为我们当时不够勇敢 在两周的笔录之中 李星星向警方 提交了手头上所有的证据 在这个袋子里啊 装着带有血液和精液的卫生纸 卫生巾 还有录音 照片 聊天记录等等 这里面有几张鲍玉明的手机QQ 浏览记录的照片 其中有一张是拍摄于2018年 在18年2月18号 鲍玉明连续访问了很多个名叫宋阳啊 送养小孩啊 送养女宝宝的用户的空间 星星啊 后来说 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 现在我受伤害 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 警方呢 为星星开具了一页 接收清单 可这一次真的带来希望了吗 从二次立案到2020年新年之后 已经是半年多的时间 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之外 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 就在今年2月29号 星星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南京的某派出所 寻求警方的帮助 那么南京警方呢 随后也把电话打到了烟台警方呢 可是 烟台警方的回应 却让我们大跌眼睛 咱们呢 就来听听 南京警方和烟台警方 电话对话的录音 不是告诉你了吗 南京报案就可以了 我也是在南京的冲爆 强暴的事 我们公安局和警察院 就联合给你下罚了个文件了 你也看着了 别老是强暴强暴 我们不管 好不好 大安民警也跟你讲了 你要是强暴的事 还没弄明白 去找用大安民警 继续问他 别使你强暴的 这是什么事 你这个南京本事报案行了 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 可以发起插入我们 你们警察什么 我这个态度 有什么问题 你要是还是要 就这个兴起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继续找 那个大安民警 知道你的大安民警是谁 那问他怎么回事 大安民警就叫我电话 那我不清楚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还有事吗 我是南京的 有话台公安分局的 他说他有一次 他被强奸了 我看你们也 有个立案告知书 对立案告知书也有 我们这个事 当时已经处理完了 他这个案件到哪一步 你们应该告知他 我们告知他了 告知他什么了 是是现在是案件 是我看又有个 撤案决定书 这个案件是 这个嫌疑人也好 或者说他这个 对方的这个人 他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 或者这个事 是怎么处理的呢 最后这个事 怎么处理 是办案民警处理 他已经告诉他了 办案民警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你办案民警 是不是叫 是不是这个人 是 他现在不在单位 他不在单位 你们就没人处理了 他打电话也不接 他这个事 给他处理完了兄弟 什么叫处理完 兄弟 你问是怎么处理的呢 已经给他告知书了 告知书了 你也没拿到人家讲 啊 那告知书就是 撤销案件决定书 有什么告知书 肯定有 肯定给他了 没有给啊 我跟你讲了吗 人家是自己在这 就说没有给 那现在要你们告知一下 你说一下呢 这个案件到底 怎么告知的呢 我不知道他是 主办民警 我怎么能告知他 怎么能延续到 你们那个主办民警 但是我记得 那个案子已经结束 已经告诉他了 所以我记得 你怎么告他了 我不记不出 那您现在有什么事 找这个办民警呗 对 我现在就 我在办民警 对 行 我得问问办民警 方便把他电话给我们 这个186那个电话 对 是 那是他的 我们警务通 那打电话 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排除所啊 我们是 我们是 他今天不上班 我哪知道他去干嘛了 我希望你们还是要正规一点 人家报警员也比较那个 求度的事 他就是一推再推 什么事情也不说 有一个叫在你们那儿 说是被强奸一样 我看也有立案告知书 他现在就想知道 这个对方到底有什么情况 他这个被强奸这个案子 已经是去年的案子了 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已经多次答复他了 纸质书有没有啊 纸质书的 我不是办民警 我不太清楚 那你你是谁呢 打他电话也不接 就是叫丁 对应该是丁警官 现在这个人也不接电话 我们想让他告知这个事 就是对方的这个啊 就是说他强奸 这个人在网上 有涉嫌 藏播 或者说诽谤的意思 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们想怎么了解 我再跟你说一遍 第一个 这个案子 他拿了一份叫立案告知书 我想知道 这个案子是在进行当中 还是在 已经结案了 这需要办民警答复你 我只是听说过这个案子 我印象里 这个案子应该是没有结果 证据不好 没有结果 或者报案一些相关事实 经过公安机关 这个相关财政 你不了解的话 应该是构成强奸的 这个证据是不足的 这个情况 你们应该有助 应该帮助他 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他好像打了 不止一个电话给你们了 这个案子结束 那你要有个撤案 决定说 或者有一个结案 结案告知书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啊 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有的案子是没法 没法结的 事实查不清 但是没法 这个案子有被害人 有刑意人 怎么可能叫事实查不清呢 这查不清 有个结案告知书啊 如果说你这个 你们那需要想法东西 你就想要这东西 可以发函 我们这儿 我让那个办民警 你们可以走 我们现在是不能告知 还什么意思 在这之后 星星的遭遇 被澎湃新闻 新京报 南风窗 等等大型的新闻媒体 广泛的传播报道 深入挖掘 这件事情啊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当事人鲍玉明 以及鲍玉明的亲友 最近呢 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这件事情到现在啊 尘埃还没落定 到目前为止 双方在互相的指责对方 对事件的细节呢 也有不同的描述啊 总体上来看呢 这件事情很复杂 复杂在什么地方 复杂在 我们常人无法理解 也很难获得谅解的 那种特殊关系上 同时这件事情呢 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是有这么几个疑问的啊 第一个疑问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疑问 那就是李星星和鲍玉明 到底发没发生过性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啊 鲍玉明说呢 这涉及隐私不方便多说 这个具体的涉及 个人隐私的 我就不能跟您说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 是新闻媒体 在采访鲍玉明的时候 鲍玉明他的回答 声音呢 是经过变声处理的啊 从他的回答当中 我们至少能够发现 鲍玉明并没有否认 他们发生过性行灵 那么顺着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疑问 这也是最终可能会影响 探定结果的啊 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发生了性关系了 那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星星满眉满十四周岁 这个事情呢 非常重要 2011年的时候 鲍玉明呢 就开通了个人博客啊 就是微博的前身吧 在网上可以写文章的啊 叫律动空间 其中2011年12月1号 他写了一篇名为 从朴素幼女 看未成年保护的差距 这样一篇文章 他自己曾经亲笔写 中国刑法 对奸淫幼女罪有专门定义 特指行为人 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 发生性关系 无论幼女是否自怨 但相关司法解释又规定 行为人确实不知 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 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 未造成严重后果 情节显著轻微的 不认为是犯罪 这个司法解释 再加上同时存在量刑较轻的 朴素幼女罪 使得对幼女实施性侵害的定罪和量刑 产生了很大空间和变数 从这段话里 我们能看出至少两点 鲍玉明很懂相关的法律 他是一个优秀的律师 他知道当涉嫌性侵卫少女的时候 该如何把自己所需承担的责任 减少到最低 减少到最小 第二点 十四周岁 十四周岁 是一个坎 是一个杠杠 过了十四周岁 就有一个是不是性自愿的问题 就这个女孩 是不是自愿发生性关系 如果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话 那就至少从法律上没有大的问题 可不满十四周岁 就没有性自愿这一说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 都不可以 只要发生了 这就是违法犯罪 那么星星 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满十四周岁 星星啊 说第一次发生性关系 是在2015年12月31号 他说当时 他是没有满十四周岁的 可是从身份证信息上来说呀 是已经满了十四周岁了 对此啊 星星的母亲解释啊 说是上户口的时候啊 这个日期呢 不准确啊 所以当时的实际年龄 没有满十四周岁 随后呢 星星又在警方的帮助之下啊 做了鼓灵测试 但是据现在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 鼓灵测试的结果 可能更加倾向于 他当时已经年满十四周岁了 如果是在年满十四周岁的前提之下 就又有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爆玉明和星星之间 到底是不是 养父女的关系 在这件事情上呢 爆玉明啊 是这么回应的 第一个呢 是他妈和他 两个人共同的一个好 你可以看到他妈妈之前说的 这些半什么手续啊 那时就是想 让他到了年龄 半结婚手续 因为那时就知道 办不了所有手续 针对这个问题 媒体记者呢 也采访到了鲍玉明的姐姐 那么鲍玉明的姐姐 又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啊 如果从法律层面来说 鲍玉明和星星的养妇女的关系不成立 1998年修正之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章 收养关系的成立 其中第九条明确指出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 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 不过啊 如果收养三代以内 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则不受此条的限制 也就是比如收养 兄弟姐妹家的这些孩子啊 这个是不受限制的 鲍玉明呢 出生于1972年 两个人呢 相差29岁 俩人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当然了 也就没有办理相应的收养手续 从刚才鲍玉明的采访录音之中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新的细节啊 之前呢 星星和星星的母亲 都是说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通过中间人介绍 这才认识了鲍玉明 并且决定把星星 送给鲍玉明收养 可是鲍玉明呢 矢口否认 说根本就没有中间人介绍 之前呢 他也不认识星星的母亲 2015年的时候啊 鲍玉明呢 想收养一个小孩 就在一个帖子里留了QQ号 星星的母亲呢 是在网上看到 然后在下面给他留言 加上QQ找到的 鲍玉明是在2015年 2月8号凌晨 发布了一条 诚心收养孩子的帖子 其中写着 高知家庭 高学历海归 大型跨国公司高管 收入丰厚稳定 身体健康 无不良嗜好 现诚心收养 谢谢 在回帖之中 他留下了他的QQ号 当然 鲍玉明最早 为什么想要收养 他收养的目的是否单纯 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鲍玉明后来啊 向澎湃新闻 出示了九段QQ聊天的 这个陆平 这个陆平记录 其中就有呢 星星的妈妈和鲍玉明 就提起过啊 收养没关系 收养手续办不了 也没关系 等星星够了年龄之后 还可以和鲍玉明结婚 其实这就和之前 星星妈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说法啊 截然不同了 星星妈妈说当时 为什么要把女儿送给别人去收养了 是因为她迷信 说星星从小呢 磕磕碰碰的 后来听人说呀 任个养父养母 这事就解决了 而从鲍玉明出示的这些聊天记录 以及鲍玉明的说法来看 那么星星妈妈 把星星交给鲍玉明收养 这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 这九段聊天记录里面 也有很多呀 其实和星星之前的描述啊 也是不相符的 比如星星之前说呀 他2015年就跟鲍玉明呢 到北京上学去了 对此呢 鲍玉明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那个16年2月份的时候 还在联系学校 根本就没有上学 所以他说那15年 带到北京来上学的 都是胡说八道 据星星回忆 说2015年年末 那次发生性关系之后 星星呢 可以说是身心都很痛苦啊 后来呢 鲍玉明就把他的手机收走了 没过多久 他拿回来手机就报了警 鲍玉明一度消失 他以为是警察带走他了 但是鲍玉明再次回到了家 这也是我们前两期节目 曾经讲述过的一个细节 但是针对这次报警 鲍玉明有着不同的说法 他第一次报家讲 是在北京 这个 是在16年的6月份报的 我朝鲜的两天 我也有时间陪他聊 但是后来呢 我4月份放了工作 就没这么多时间聊了 他就开始慢慢的急了 急了 就开始 那个报警 后来 李沙他说的原因是 他找不到我 他想我 他说的 那个15年 12月31号 这么我强奸他了 然后他马上流血了 然后一直知道谁 告诉他这是强奸 然后他报警了 那么就出了 你知道吗 这是时间上的出入 据星星回忆 第一次报警应该是 16年元旦刚过那时候 但是鲍玉明说呢 第一次报警是在 16年的6月份 除此之外 鲍玉明呢 还展示了 2016年元旦期间 也就是星星回忆的 2015年年末发生性关系之后 那几天的时间里 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这两个视频 为了整出什么呢 他不是说 我在2015年 12月31号 晚上强奉着他 马尔家 监禁他 关起来 是吧 怎么虐待他 然后 多疼多疼 能这么悲惨 所以这就是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视频 是我们的 特殊两条记录 我31号 接到他 然后他7号 回去南京 回去之后 两条还非常好 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想强暴的那种 两条 回去之后 还等了两条 他已经回南京了 7号 前两期节目 我看大家留言啊 说呀 吕鹏这个 模仿变态的 这语气 真的是太让人恶心了啊 真的是太像变态了 可能让大家 听着感觉最变态啊 整起事件里面 让大家心里 极度不舒服的 一个小插曲 就是 星星回忆说 这个鲍玉明呢 叫他妈妈 叫自己是宝宝 针对这个事情 鲍玉明 在面对澎湃新闻记者 采访的时候 也给出了回应 之前 根本就没嫁过爸爸 你知道我都是叫叔叔 不是说一下 他说那个什么 这个基辅 什么基辅关系 就是从什么开始 就是从这个四月份 这么一天的说一声 我叔叔 我可以反映我一个请求吗 我可以叫你一声 爸爸吗 我说 随便呀 你喜欢叫我什么 都想 你也要你叫多少声 叫多少声 就这么着 从这时候开始 他开始 叫我爸爸 我就比较多一下 以前他从来没有叫 而且你也看到 这个 我们还有很机密的 这个说话 开玩笑 什么的 说我是他 他是我奶奶 后面也说过 他是我妈妈 就对 有时候我们就开玩笑的话 他自己说 我能当你妈 我也当你奶奶 然后我 就后面也是 说你是我妈 你是我奶奶 然后就陪他在 这个这个 说成什么呢 说成我叫他妈 到此为止 鲍玉明呢 也算是拿出了实锤啊 他认为星星之前 面对媒体的时候 一直在撒谎 那么星星呢 他也说 最近呢 在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做相关的笔录 并没有看到具体的那些聊天记录 但他说了一个细节 他说他的QQ号 都是鲍玉明 用自己的身份信息 登记注册的 也知道他QQ号的密码 所以呢 他认为 这些聊天记录 是鲍玉明 拿着他的号 和自己的号 在那自言自语 自我交流 不过在这啊 我有一个媒体上 没涉及到的一个疑问啊 就是那个 聊天记录上呢 会有时间显示 比如2016年1月1号 对吧 下午3点啊 如何如何 这个时间通过技术手段 是不是可以进行修改 如果不可以进行修改的话 那么早在三四年之前 还没有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 鲍玉明 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份 假的聊天记录呢 难道他已经预感到可能会出事 这才留了一手吗 鲍玉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了解我的人都觉得 我的人品非常好 这件事 我是被他坑了 鲍玉明针对两人相处的时间 以及见面的次数啊 也有不一样的说法 星星之前说呢 他在16年被鲍玉明带到烟台 被控制起来 并且多次受到性侵 他被这段关系困了三年 鲍玉明说 他在烟台的房子是17年夏天买的 此前一直在公司持住 说星星啊 16年没有来过烟台 第一次来呢 是17年的七八月份 说那时候我都没有房子 他来了住在哪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 鲍玉明还没有提供购放时间的证明 他呢 也否认监禁了李星星 他说我白天要上班 他手里有钥匙 有房卡 他自己一高兴 自己下楼去海边玩 去图书馆看书 我还去接他 这都是有交流证据的 当然证据也是他出去的那聊天记录 针对于星星自杀的事情 鲍玉明说了 星星啊 经常假自杀 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说19年4月份 星星给他发了一张网络照片 是一张戈腕自杀的照片 他赶紧冲进屋子 但星星什么事也没有 他还说假自杀事件发生过好多次 此次事件进展到现在这个程度 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疑惑越来越多 其中大家呀 还有一个疑惑 星星的妈妈到底在其中 扮演着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他把女儿送给鲍玉明抚养的时候 到底只是为了给女儿找个养父母 还是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星星的代理律师 在4月13号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说星星目前状态非常不好 无论他的妈妈在这个案子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甚至他妈妈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跟对鲍玉明性侵的控诉 都是两件事 这其中有这么一句 甚至他妈妈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当然 他妈妈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件事情的真相 目前呢 还是一个谜 就在这两天 央视网和新华网发了一篇文章 提出了此次事件的九个疑问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疑问之外啊 还有这样几个疑问 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前两期节目里提到过的一些细节 就是李星星第一次报警之后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后续 警方为什么没有立案调查 为什么没有后续进展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为什么烟台警方没有给出DNA的检测 结果却给出了撤案通知书 对此呢 烟台警方给出的解释是没有犯罪事实 但是这个解释能不能服众 第三个问题 民警为什么会说 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 再管我就没工作了 到底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民警说过这句话 如果有民警说过这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说 第四个问题 除了星星之外 鲍玉明还有没有性侵过其他的未成年女性 相信这些疑问呢 在不久之后都会得到一一的解答 目前最高检和公安部已经派出联合督导组赶赴山都 对这起案件办理工作进行督导 都说完这些之后啊 我们再来多说两岁啊 其实无论星星是不是自愿 无论星星是不是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已经满十四周岁 无论星星的母亲在其中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 最起码不可否认的一点 鲍玉明和一个十四岁左右的未成年女生 发生了性关系 即使不算强奸 但是对这样年纪的女孩子下手 至少在道德上已经是一个犯罪者了 目前针对性侵事件呢 调查还在继续当中 最终的结果 我们呢也要一起耐心的等待 可是最近两天呢 新闻媒体爆出 涉事方鲍玉明不仅涉嫌性侵 他律师职业的正当性也存在问题 据新京报的报道 在案发之前呢 鲍玉明曾经是烟台杰瑞集团的副总裁 分管法务工作 同时呢 他还是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北京市司法局律师信息查询系统显示 鲍玉明是职业状态的专职律师 有关律师协会的负责人也回应说 鲍玉明在外任职的情况 与专职职业的要求不相符 依据律师法的规定 鲍玉明作为专职律师 不能和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如果存在 这种劳动关系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既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也违反了律师法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之前财新网一篇报道啊 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大家对财新网最近几天是极尽指责 但是在这篇报道里面 提到了一句鲍玉明 有着美国国籍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取得了美国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五条明确规定 获得律师职业资源的前提 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而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里面明确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是报名的前提之一 也就是说只有中国公民才能在中国当职业律师 这也是司法主权独立的一个重要体现 如果财新网的报道是真实的 鲍玉明果真有美国国籍的话 那么他在中国的律师职业资格就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这个呢也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无论是疑似双重国籍 还是专制律师兼任高管来看 那么鲍玉明在职业资格上的相关问题 其实暴露出来 有关部门在监管之中的一些漏洞 除了追究鲍玉明的相关责任之外 如何堵住这个漏洞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上期节目也提到了 鲍玉明性侵养女事件发生之后 一条网络送养黑色产业链也被揭露出来 咱们来看看法治周末相关的报道 法治周末的记者呢 联系到了百度贴吧 未婚妈妈吧的创建人宇文吴燕 宇文吴燕管理的这个未婚妈妈吧呀 成立于2008年 定位呢是未婚妈妈抱团取暖 在一篇帖子里面 他也叙述了自己当未婚妈妈的十年路程 这段艰辛曲折的经历 鼓舞着很多跟他处境相似的未婚妈妈 成立至今 这个未婚妈妈吧已经得到超过12万人的关注 在制定通告里 宇文吴燕立下了这样的八规 但凡跟铁回复超过三条与收养送养 沾上星点关系的楼主自己不管不删的连同楼主在内 一律封禁删除处理 在宇文吴燕看来呀 即便生活在艰辛 也不能放弃抚养孩子 不少未婚妈妈和他呢 有着同样的感受 可是对于很多的未婚妈妈来说 却因为种种原因 想把孩子送给别人 法治周末呢 也采访了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小燕 他呀 也对类似的现状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他说民间送养者 包括无力抚养小孩的家庭 或者单亲妈妈等等 一些人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之下 送养女婴此外呢 还有亲属之间的过际型送养的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 在研究之中也发现 在计划生育非常严格的时期 农村地区啊 生男孩啊 这个偏好很严重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 非法堕胎的情况也很严峻 送养女儿的情况是有发生 如今呢 随着经济的发展 重男轻女的现象 已经有了大大的改观了啊 但是在农村地区 男女不平等的资源分配现象 还是普遍存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送养女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此外啊 因为养不活孩子 而把孩子送人的情况 现在已经是非常少了 后来法治周末的记者呢 访问了多个网络平台 发现尽管一些平台啊 以政策法规问题 将送养小孩等信息 进行了清理屏蔽 但是要真想找的话 相关的线索 还是不难找到的 例如记者在知乎APP上 以送养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就找到了多条送养小孩的信息 当然了 在最近两天呢 知乎也发布公告了啊 也发表声明了 已经把相关的信息 完全清理掉了 在没清理之前 记者发现在多条信息的下方 都有同一位网友 他呢是想着收养一个孩子 在投向旁边啊 还留下了自己的QQ号 随后记者啊 就嫁了这个网友为好友 经过咨询之后 这个网友说了 自己啊已经领到孩子了 说定下这个孩子的时候 孕妇才怀孕八个月 而现在呢 这个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是一个女孩 为了得到这个女儿 她说自己花了四万块钱 后来这位网友呢 又给记者啊 推荐了一个QQ群 名字呢 叫爱心救助寨 按照网友的介绍 说这个群呢 专门提供送养收养服务 按照群规 一旦收养成功 当事人必须退群 这个群是建立于19年12月份 当时记者在群里的时候啊 人数是有29人 其中包括三名管理员 这三名管理员呢 有着不同的分工 其中啊 有一个管理员叫客户负责人 他呢 会在群里发送名单 比如有一份名单就写着 河北运36州女 广东运37州男等等等等 上边还写着低补 还是中补 所谓的补呢 就是补偿款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理解为 送养者开出来的价格 刚才我们说的 河北运36州女 也就是女孩嘛 低补就是说价格低 那个37州的男孩中补 哎就是价格适当啊 中间价格 你看上面还写着的 北京运34州男低补 天津运34州女低补 河南运35州女低补 山东运36州女低补 等等等等 江苏运34州女低补 陕西运36州女低补 其中呢 还有一处生的 河南站点男八天低补 安徽站点女36天低补 山东站点男29天低补 类似的信息还有很多 记者呢 就问其中一名管理员 说请问是合法领养吗 对方的回答是什么呢 要想合法 你去福利院 甭在这儿找 我们不犯法 也不合法 随后 记者就被移出了群聊 之后呢 这名法治周末的记者 又以咨询领养为名 联系上了一位中介群主 这个中介说了 不仅有领养群 还有假结婚 给孩子上户口群等等 可以说是一条龙幅 据他介绍啊 送养者呢 不仅仅是一些未婚妈妈 还有生二胎三胎的 此外啊 被送养的孩子 男孩女孩都有 并且他还告诉记者 说他经手的送养和收养而言的话 以出生的孩子 比代产的孩子价格低 但是出生的孩子 至少也得十万块钱起步 在这条送养产业链之中 这些孩子的父母啊 很大一部分是未婚先孕 而没结婚 先怀了孩子了 自己呢 又没能力继续抚育 那怎么办 就要把这个包袱扔掉 也就是呢 把孩子送养出去 那么送养为什么 不走法律 所承认的法律 所许可的正规的送养通道 而去走这种私自送养通道 有这么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 根据法律规定 需要生父母协商一致 这才能正规的送养 但是现实生活之中 很多都是未婚妈妈 而这孩子的爹呀 早就远远的躲开了 这不是我孩子 我不管啊 甚至你连找都找不到的 女方还得证明 男方下落不明 或者男方查找不到 这才能实施单方送养 这就会产生各种 时间成本也好 还是物质成本也好 很可能女方呢 就放弃了 法律送养的通道 另外一点 既然是要甩掉包袱 如果能在甩掉包袱的同时 再来一大笔钱的话 那就更好了 为什么要把这孩子甩掉 绝大部分还是因为经济困难呢 抚养不起呀 有钱赚 为什么不赚呢 可是这种私自收养啊 缺乏监管和法律的充分的支持 法律关系也好 法律责任也好 都不明晰 往往就会导致涉事的儿童权益不保 被送养的儿童 受到收养人的性侵 受到收养人的虐待 受到收养人的遗弃 等等这些事情 并不是此次鲍玉明事件 这一个孤立啊 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案例啊 这种以收养名义 所形成的这条产业链 其实本质上 就是在贩卖婴儿 甚至有些人养一堆孕妇 就是为了卖孩子 他们为了规避检查 编造各种谎言 在网络上呢 以帮助收养送养为名义啊 来从事这样的违法行为 我国的收养法呀 有着明确的规定 收养人呢 得同时具备一些条件 没有子女 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以及年满三十周岁 在现实生活里有很多家庭 不能生育 不想生育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失去孩子了 在想要孩子的时候 已经要不上了 那么收养孩子 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选择 我估计啊 在我们每个听友身边周围 总会听到这样的事情 说谁谁谁 哎呀 夫妻俩啊 没生育能力 去抱一个吧 或者谁谁谁的孩子 因为什么原因啊 去世了 哎呦 去抱一个回来养着吧 这样的事情很多呀 还有一些人呢 是处于帮扶残疾儿童 帮扶孤儿 帮扶弃婴 哎出于这样的目的 也会选择收养孩子 可是收养条件的相对来说呀 比较严苛 很多收养家庭的无法满足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 催生了很多非法收养的情况 甚至是衍生出相关的黑色产业链 很多收养孩子的人呢 在收养的时候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已经没法了 2015年 郭某就因为给私自收养的女儿上户口 被北京市昌平检察院 以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提起公诉 这郭某呢 是跟老婆结婚之后一直没孩子 13年8月份 他就加入了一个专门讨论抱养小孩的 这样一个聊天群 并且通过群里的好友 联系到了孕妇赵女士 双方商量呢 郭某付给赵女士2万块钱的营养费和务工费 等赵女士生完之后 郭某呢 就把孩子领走了 后来啊 想给孩子上户口 但是没有出生证明 没办法办手续 就在网上找图兴 最终花费了6000块钱 收到了一份出生证明 他就拿着这份出生证明啊 就去上户口去了 后来被公安机关发现了 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缓刑一年 像这样多年无法生育 私自领养儿童的情况不是少数 中国日报啊 有这么一个报道啊 有这样一个数据 说1992年到2005年 在重庆地区 家庭私自收养的儿童将近19800名 而同时其合法收养的孩子 仅为5100人 这个数字比例相差 还是很大的 安徽池州啊 有一位女性姓何 何女士 他多方打听之后 后来知道 网上可以领养弃婴 他就在网上呢 找了一个QQ群 了解到群主啊 可以帮人完成抱养孩子的心愿 所以呢 就给群主转了7万块钱 之后 他和哥哥一块赶到浙江 把一个刚满4个月的 女婴儿就抱回了家 直到警方找来之后 何某才知道 哦 自己的行为违法 他也说了 要知道违法 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啊 我们也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以前身边亲戚朋友啊 很多人抱小孩都是这样 给点钱 就抱回来了 19年的时候 湖北黄梅县公安局也破获了一起 以送养名义售卖婴儿的案例 其中呢披露出不少网络非法收养的细节 当时警方呢 接到报案 得知一名孕妇在社交平台上 要卖孩子 警方呢 就联系到这个孕妇 这孕妇说了 我不是卖孩子呀 是通过亲戚介绍 联系到一个江苏的家庭 准备送养 八万块钱 是人家给我的营养费 你看 你看 哎 这不是买孩子的钱 都包装成所谓的营养费 务工费 后来民警啊 查看进行交易的QQ群 里面有大量的交易信息 除了这名孕妇之外 还有一个湖南的女士发消息 说我刚怀上 是男士女不知道 男孩十万 女孩八万 预售八万 什么叫预售 我就现在就订 八万块钱订下来 以后是男是女就这价了 男孩我就算打折了 便宜两万块钱 网上交易呢 还有特殊的暗语 怕在这个检索 敏感词汇检索 关键词的时候 把它们检索出来 S字母S代表领养 字母L代表贩卖 而且呢 还是明码标价 统称为补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是低补 还是中补 再有呢 就是补一个加号 补加 一万 补加 两万 这就是那个价格 如果不知情的人们 这就是营养费 物工费 其实呢 它就是交易费 2014年的时候啊 公安部呢 就破获过一起 全国特大网络犯鹰案 袁梦之家网站的创始人 周代夫和蓝小青 最终落网 从07年开始呢 周代夫就创建了这个网站 和一些QQ群 他后来交代说呀 办网站的初衷呢 是为了做善事 为那些有需求 要收养 要送养孩子的人呢 提供一个平台 可是渐渐的 他发现这里面 有商机 就和他人一起 把这个平台 发展成了一个 交易孩子的地方 其实在这样一个 产业链之下 暴露出来了 很多的漏洞啊 其中有一个 最大的漏洞 就是医疗机构的漏洞 收养了孩子之后 怎么给他上户口呢 那就必须要有出生证明 而出生证明 不是自己生的 这出生证明哪来呢 那就买 现实之中 收养人往往是通过地下渠道 以很高的价格 向医疗机构 购买真实的出生医学证明 这就说明什么 在某些医疗机构的 内部人员的帮助之下 非法送养者 非法领养者 顺利的跨过了 这最后一道文卡 就刚刚提到的 袁梦之家网站创始人 周大夫就曾经交代过 他在2012年7月到14年1月之间 以2000块钱的价格 购买了上百份的出生医学证明 之后呢 又以每份5000到12000不等的价格 向18个省市出售 从中总共获利60多万 甚至还有更极端的情况 有些医院呢 在不确认孩子的情况之下 只要提供材料 就给你开出生证明 哪怕领养回来的孩子 已经三四岁了 也会在医院给开出 零岁的出生证明 这是医院的漏洞 除了医院漏洞之外呢 儿童福利院也有审查不严的漏洞 有的案例啊 就是花费一笔钱 把这个孩子呢 先送到儿童福利院 咱们无论是说过一水也好 还是肚肚筋也好 把这种私自收养 就变为了法律所允许的这种收养 拿着儿童福利院这一套手续 那以后为孩子是该办 糊口办糊口 该干嘛干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 副秘书长邓丽也介绍说 目前的相应的法律法规 要更加完善了 但这样呢 还远远是不够的 还要继续的修补漏洞 继续的完善 对收养事件的监督和干预 在这儿啊 也提醒所有的听友 如果您身边有亲戚朋友 有同学 有战友 打算去抱养一个孩子 您一定要提醒他们 通过正规的途径 通过法律许可的途径 去进行收养 不要私自的 花多少钱 我去抱养一个孩子回来吧 这样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说完这个 我们不得不感慨 此次鲍玉明 涉嫌性侵养女事件 暴露出来了太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 可能就时时刻刻的上演在我们身边 我们大家都一样 一方面在等待着 针对此次事件 法律的一个公正的裁决 一个最终的水落石出 同时啊 我们更加希望的是能够引起 每一个人对此类事件的重视 也希望法律法规 能更加全面明确保护好 每一个幼小稚嫩天使般的儿童 好了 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